高一 高一的時候前一飛前老師 他就已經有跟我接觸 自然的一個很厲害的教練 然後在台灣是非常有名的教練 這樣來肯定我 是覺得非常的訝異 也覺得很榮幸 那時候會覺得是跟我們不同層級的一個 不同等級的一個球隊 也是會很嚮往來到這個地方 那一年剛好陳鑫翰從美國回來 然後跟他們練球 我就哇天啊 這強度也太強了 每個都灌籃每個都好有力氣 然後我就覺得自己好弱的感覺 練球其實有時候會很挫折 因為可能會不太了解教練想表達的意思 或者是怎麼做都會 因為打球太嫩了嘛 可能會一直失誤啊 然後練球導致都因為我導致中斷 然後每次練完球都覺得很悶這樣 然後但學長當然會就是啊 沒關係因為什麼 然後就會開始跟我講解球場上的問題啊 就是感覺會一直有學長在前面帶領啊 然後即便到前幾年可能都還有中哥還在 那等到是真的中哥也退了之後 那我跟CVN我們才發現 真的開始算起來 我已經變成是球隊大概排名前幾年 那越來越多人會看到我會叫正如歌 以前都是我叫別人什麼什麼 中哥信安哥什麼歌怎麼會變 已經變成是我會叫歌 然後開始就會慢慢地去轉換自己的心境跟想法 然後去就變成是換我要來去做帶領他們的這個角色 然後會跟一些小朋友講啊 就覺得你們只要在育園有打冠軍 我覺得你們會過得很好 老闆老闆娘對我們的照顧真的是非常 我跟你講這是超乎你想像的 所以我就說那時候三連霸啊 我們得到的東西 然後給我們的一些福利 其實真的都是比其他球隊好一百倍以上 對慢慢地這一批上來越來越好越來越好 只要秉持著育園的精神 然後這個傳統好好走下去 其實這段時間會越來越好 我覺得就在這邊持續地打球 持續地幫助球隊 我就很開心了 只要我能在這個球隊 不管在哪一個職位上面去為這個球隊盡一份力 都覺得這就是我在育園想要完成的心願 好 有始有終嘛 就希望在越有就是 不管以後是什麼職位或者是 給我什麼工作 我就希望就在這邊退休結束 對 對 新北越有那日節主場週 3月16到18 在新莊體育館 要進場為我們加油 請大家趕快來幫我們加油 抽汽車喔 噗噗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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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